就在前面的往上看 攀登高山對花蓮東華富小的五六年級生來說 是人生第一次挑戰 即使經過一個月的平地訓練 真正走在山上仍然有許多 意想不到的驚奇與挑戰 我覺得如何堅持下去 有毅力 然後很好玩 爬最後一段的部分 因為它雖然很近 但是它很斜 所以不好走 然後要經過這很困難的路程 我們才走得上北風 高山的氣候多變 植物生態更繁衍出適應環境的特色 學生們自然而然 用尊重謙卑的態度面對 我覺得他們沒有看過這樣子的 在高山的景象 那我覺得他們會對台灣的 另外一種生態的美 就拓展了他們的視野 一直檢視自己的裝備狀況 自己的身體狀況 然後讓自己可以更順利的前進 不只是登山 老師引導同學盡心了解自我 也學習合作的重要 跨年也跨越自我 大約新聞唐城君中江波華聯報道 我來自我